8. 《星島日報》 詩人小林高調秀恩愛 2015年7月8日中國A25認識中國幾曉話不想走 還須走 努力逼謠 但謠言還是成真 昨天 女電王李小林揮一揮衣袖 告別苦心經營二十年的中電國際 前往大堂集團出任副總經理 前幾天努力為李小林澄清任性迅援 遭限制出境等傳言的鳳凰財經 再次扮演紅色公主化妝師的角色 李小林穿黃色套裝 略詩之粉 笑意盈盈 參加中電國際為他舉辦的歡送座談會 他就座談會自我總結三大正職 創建中電國際 開闢中國首個境外電力融資視窗 實現中國電力香港上市 打造了境內電力企業首個香港上市紅酬公司 組建中電新能源綠色發展平臺 這是五大發電集團首個新能源專業平臺 離時方之萬是聰 但色弘圖未酬中 待到碧水南天日 歡慶伴有光明眾 在鳳凰財經的不下 李小林還是一位財女 詩人 歡送會現場副詩 據稱 該詩是某一天他聽父親李彭麥從陸遊誓而獲啟發而作 有敢於陸遊在臨終之際都不忘統一大業 病 傷患在批閱文件陸遊的元詩是死去元之萬事空 但卑不見九州同,女詩人如今出局國殿頭,感嘆弘圖未酬 自比陸遊,掩飾不住那份悲憤 很少公開亮相的父馬爺劉志願出現 時歡送會最大的亮點 李小林稱老公劉志願為哥哥 據稱這哥哥哥由當司機,由領包,由當按摩師 用行動淺行了當初愛的承諾 他說:「君公將有哥哥的一半,我稍微咒一下 未他都知道是怎麽回事,哥哥則大談小林如何為公司鞠躬盡碎 病,h,傷患在批閱文件,如此高調受恩愛,素沖情 讓人只善鴛鴦不善先,大概也是為了反擊網上的留言 網上流傳,風勞鐵堂,商界有名的先愛殺手黎某 是小林的物友,紀曉華 t當時尊重索貝 騙人就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